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7号的大花莲离房新闻 新冠肺炎疫情升温 17号又新增了333例的本土确诊 花林县府防疫准三级 17号也同步拉高防疫措施 疫情蔓延,花林县府升级防疫为准三级 17日召开记者会宣布拉高防疫作为 国三高山生是否到校上课将尊重家长的决定 餐饮部分储服到防疫措施 也鼓励民众外带 另外县府所属机关人员即日起降款到外地出差 并完成异地及居家办公措施 在这里,正位跟我们所有的乡亲来报告 有关于餐饮,请大家务必以外带为先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公务员 我们的异地办公以及我们居家办公的部分 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第三个,关于博三生是否要到校的部分 我们尊重家长的决定 今天各校也会有调查表 让我们家长来提出医院的申请 医药的轨迹越来越宽 骗几乎全国 所以花林县政府不断地在做加强力度的宣导 也请花林所有的乡亲大家一起来努力做防疫 有一些可能让大家不方便 可是为了守护我们全国以及守护我们的家园 还有大家的身体健康 真为要拜托大家一起来共同来努力 花林县府强调 确准人数近日不断升高 除了加强宣导密度 防疫措施做到滴水不漏 更呼吁花林相亲要有警觉心 配合防疫政策出入公共场合及室外配戴口罩 尽量用餐改成外带共同提高防疫量能 接着讲邦彦猴联士报导